下面是练习13 下面练习13 第一小题很简单 纯粹是一个单位的换算 因为平常给质量是给公斤 重量是公斤重 他却给的是重量是给牛顿 所以要把牛顿换成公斤 这是简单当然换算 而第二小题 就是一些题目中同学很容易出错的 常常有人考这样的题目 有一个质量5公斤的东西 施力60牛顿把它垂直向上拉 请问你加速度有多少 有人就60等于5乘以A A就等于12 错 为什么错 因为垂直向上拉的时候 除了你的施力之外 还有什么力啊 地球引力啊 重量向下 所以必须要跟重量去做合力之后 才是你的F啊 所以这一题也是一样的啊 他问你向上推力有多大的时候 你要注意哦 这边还有一个向下的力量哦 重量哦 这两个要做成合力之后 这两个要做成合力之后才会跟 才会有这个A哦 才会有这个A哦 才会有加速度A哦 这就是一般同学啊 常常会忽略掉的 看到是往里面带 忘记的东西有重量 我们第一小题比较简单 纯粹就是单位的换算 本来是给公斤重 现在换成给牛顿 那 几公斤重呢 几公斤重呢 就单位换算而已嘛 很容易很简单 很简单 很容易很简单 单位换算一下就好 请问 多少 請问他多少 43哦 43 多少 1500 来请坐下 答案叫做 1500 我们的第一种解法就是 用我们背的东西去解 1公斤重是9.8牛顿 所以1牛顿就是9.8分之1公斤 所以呢 去乘9.8分之1 然后答案就叫做 1500 第二种呢是用一些观念去解决 F等M 地球表面东西受到地球引力加速度9.8 对不对 然后就是这么多牛顿嘛 所以这个质量乘以这个G MG嘛 重量就是M乘G嘛 对不对 就是我的重量力量有多大 所以呢 14700 等于M乘9.8 所以换算M就是1500 也是一样 所以答案就1500 这件事小事 纯粹单位换算而已 下一题就问向上推力 还是带F等于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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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你不要忘记 除了向上推力之外 还有一个向下的地心引力 重量向下 这两个要做合力 才会产生A 它真正的 它那个2 真正的表现出来的加速度 OK 那所以 那个F要多少 那个推力要多大 你如果忘记那个重量的话 你答案就会错 你答案就会错 OK 好 那请问你 向上推力有多大 向上推力有多少 数学计算都很简单 重要的是观念 重要的是观念 一个向上推力 一个重量向下 两个变成合力之后 代入F等于M A A有告诉我 A有告诉我 M刚才求出来过 1500刚才求出来过 只要刚才求出来过 请问 它应该是多大 31号 31是谁 正好在前面 你看 11700 11700 有没有算错 应该有 11700 有一个向上的推力F 可是要去跟向下的重量球合力 你才会得到那个加速度2 F等于M A 所以呢 向上力量F 要减掉 14700 这个不用再换算 他一告诉你 重量就是牛肚子 所以不用换算 14700 然后等于M 你赤量 那你算算 1500 加速他告诉我 12 就这样做 所以算算是17700 所以算算是17700 这就是练习13 好 帅哥美女 我们前面有一大块 是在求那个A 记得吗 求那个A F等于M A 我们在求那个A 然后用速度去求A 用位移去求A 求完之后带进来 算F等于M 这里的重点是放在F F是外力的合力 所以你不要漏掉 不要漏掉 你要的是外力的合力 向左向右向上向下 该加该减的 把它弄掉都弄好 然后等于M 我们通通都是带入F等于M 但是你要弄清楚 什么叫F 外力的合力 什么叫M 受力的质量 什么叫A 产生的表现的加速度 单回的题目就是要研究 什么是M 什么是F 目前就放在F 合力这件事情上面 这就是我们的练习13 可以吗 可以